外匯車就是爛嗎? 外匯車就是廢嗎? 外匯車就要讓你看不起嗎? 很多人看到別人開到外匯車 就看不起別人 覺得說 沒錢才買外匯車啦 總代理比較有錢 你買得起嗎? 在靠北什麼? 很多人在路上看到雙B的時候 都很喜歡一些 看一下人家前面那個反光片 橘色玫瑰的反光片 如果有的話 就在那邊講說 你外匯車啦 看到別人開到外匯車 就看不起別人 覺得說 沒錢才買外匯車啦 總代理比較有錢 我覺得這種想法 真的很靠北 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外匯車 人間透過貿易商 從國外平行輸入回來 叫做外匯車 或者是平行輸入車 台灣總代理 台灣民視已買的就是總代理無貨 總代理買到的車 多半都是全新車 除非你去到總代理 認真中土車鈴鐺別論 那外匯車呢 多半都是中土車 全新車的機率很低 因為全新車既然台灣 有太多延伸的費用 沒什麼競爭力 所以很早人會進全新車 除非是總代理沒有引進的車款 可能就會透過貿易商 從國外引進回來賣給台灣 有需求的車主 為什麼現在的外匯車這麼多 就是因為 外匯車的選配 可以選的比總代理還要多嘛 總代理選的這些很貴嘛 那你外匯車買進來 它就一起折價了 就很優勢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 外匯車的配備 都會比總代理的配備好很多 就像我的車 選配了三十萬的大博銀之一 台灣總代理的一四三 有多少人會選這個配備 我相信是非常少 因為太貴了 有些人可能覺得說 一定要買全新的車 我買車 我要買到 公里數是零的 所以我就買總代理的車 外匯車沒辦法 你真的有買過車嗎 不要瞎掰好嗎 就算你買總代理全新車 還是會有里程的 你交車的時候你就會發現 它里程數不會是零 因為它在交車 製造車子的過程當中 它還是需要做一些測試 它在場內都不用移動的嗎 還是會有一些零星的公里數 那外匯車的公里數呢 就一到外匯車上 它在選車的時候 它就可以很明確的知道 就像台灣的中土車市場一樣 可能有幾百公里的 幾千公里的 幾萬公里的 所以會有里程數很低的 也會有里程數很高的 那有些人就會覺得 我買外匯車 里程數很低的 等同於買新車那種感覺 因為車子還是很新的 如果你認為 就是要開當年份 最新的車 那你就只能選擇總代理 因為外匯車多半都是 有一定里程數跟年份的車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它進回來的成本 會比較優勢 如果它進很新的車 沒辦法跟總代理的車價做抗扮 那有人說啦 總代理的車 你之後要賣比較好賣 而且比較保值 那外匯車就不保值 我信你個拐 你今天買總代理的車子 平均車車價就比較高 那你買外匯車 你的車價已經買得比別人低了耶 如果相同年份來說 你最後把車賣掉 怎麼可能比總代理的折損還要多 一定是外匯車 讓你省的比較多嘛 國小算是我們學好 你別笑 外匯車為什麼便宜呢 我們取利啦 現在外匯車市場 最大的應該是美國市場 它在美國車價本來就低 所以說貿易上在美國 買到車子的成本就比較低 那加上這些運輸關稅完之後 它回到台灣來 就會創造一個比較好的競爭力 來跟總代理的車款做競爭 那為什麼大家都有認知都知道說 總代理比較貴 外匯車比較便宜 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 總代理由它相對應 要給你的服務跟保護 以及你去總代理保養車子的時候 有妹妹幫你倒茶 給你吃餅乾 有這麼多很棒的服務給你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很怕麻煩的人 我建議你去買總代理的車 你可以享受 剛講到那些很尊榮的待遇 雖然車子一定比較貴 那如果你希望可以買到新鎮很高 你能開個三年就要換車了 你可以買外匯車 但是你就要慎選優良的外匯車車廠 避免這些被騙的疑慮 那如果你覺得總代理太貴 外匯車好像很麻煩 怕我被騙 那你也可以考慮 總代理的中輔車 這也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那有些人覺得說 外匯車整體下來比較便宜 那一定比較爛 血卡喔 車子問題就很多啦 美規車組裝品質比較差啦 我們總代理的車是歐規的 台灣的法規是進歐規車 那我就問你嘛 都一樣是賓士 都一樣是B&W 都一樣是保濕捷 他們做出來的車子 難道會分歐洲的比較秋 美國的比較爛嗎 可能在配備上有一些差異 在組裝品質上有一點點的差異 但我認為 都已經是世界這麼大的車廠 它不會允許自己的車子 有不同的標準嘛 就算真的有差異 也差別小到沒有感覺嘛 就像我們買iPhone手機一樣 你今天在台灣買一台iPhone 到美國買一台iPhone 就算這個美國買的iPhone是中華的 那這兩個東西會不一樣嗎 那你iPhone台灣買跟美國買的 有差嗎 不要再有那種種種 當然你歐規車就一定比較好的這種名字 外匯車沒有比較爛 它一樣來自於同一個鞋頭 只是在不同國家販售 不同國家組裝而已 所以提出這種質疑的人 真的很靠北 我覺得你真的應該認真的好好做風課 再來靠北 不然很沒說服力 那外衛車很多人會擔心 那後續的保養維修怎麼辦 其實台灣雙B車太多了 所以有很多外面的保修廠 對於修雙B或是保時捷 這樣的技術也是非常的純熟 所以你今天如果買的是一台 很大眾的車款 譬如說賓士的C-Class 或是BMW的3系列 這種很熱門很熱銷的車款 我相信外面的車廠 都有很棒的售後保修的服務 可以提供給你 所以你根本不用擔心說 我買外衛車 原廠沒辦法保固 原廠沒辦法保修 原廠沒辦法幫你買零件 你東西壞掉了 沒有人可以幫助你 這是不用擔心的 我覺得啦 以我個人 總代理的車我也買過 外衛車我也買過 我覺得各有各的好處 總代理 確實有總代理它的優勢 因為它後面會寫 總代理辦理 總代理台灣病史 有些人就想要這種尊榮感 那你就可以買總代理的車 後續的保養 後續的維修 你都不用擔心 你也不用自己去找外面的車廠 總代理完完全全可以幫你處理 那你買外衛車的話 你就要去選擇 比較優良的外衛車車商 因為畢竟外衛車車商 也有很多是有問題的車商 它在做外衛車 已經販售的時候 做了很多手腳 這台車安不安全 這台車有沒有撞過 有沒有事故 有沒有問題 你是比較難遲到的 所以我們要挑選 比較有水準的車商 幫你去進口你想要的車 或是去買你想要的車 最後 以後在路上看到人家開外衛車 前面有那個美規啊 外衛的反光片 不要再靠杯 不要再酸了 不要在那邊看不起別人 人家是 你把它省下來的那幾十萬 拿去賺錢 不是像你一樣 整天只會在那邊算 我喜歡 我是Kevin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啊 最後提醒大家 不要再私訊我 我沒有在賣車 不要我做什麼影片 就私訊我有沒有推薦 我這些影片都不是業配 所以不要再私訊我 這是什麼要找誰買車 我不會推薦給你的 因為這樣子被人來講說 我是業配 我覺得很 靠咧